杰克总统对泽连斯基说 该面对现实了 我一听这话 那意思不就是 是实物者为俊杰吗 根据参考消息等媒体的报道 杰克总统帕维尔前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公开表示 鉴于当前的局势 乌克兰必须得认真思考如何面对现实了 这位杰克总统所说的现实情况 到底是什么呢 按他的说法 就是俄乌冲突最有可能的结果 是乌克兰的部分领土 或暂时被俄罗斯控制 帕维尔说 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不赖我们 而是赖欧盟内部不够团结 尤其是像匈牙里领导人奥尔班等人 在那不停的捣乱 削弱了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才让普京让俄罗斯人占了上风 所以呢 帕维尔的结论是 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得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 说白了 就是你泽连斯基得接受部分领土 被俄方控制的这一现实了 杰克总统帕维尔一直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的啊 你看去年他在访问乌克兰时 还向泽连斯基赠送了一把手枪 那意思很明显啊 就是坚决支持乌克兰战斗到底 可这时间一年过去了 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突然转向了 这位曾经担任过北约高级官员 以反俄立场著称的捷克领导人 也认清现实了 同时呢 还说 希望泽连斯基 你也得认清现实 要做出妥协 尽管帕维尔嘴上还说 这些领土只是暂时交给俄罗斯控制而已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只要这个问题 乌克兰方面妥协了 那基本上就成既定事实了 以后很难再改变 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位捷克总统 现在已经认清现实了 很多欧洲国家 也包括美国国内众多人士 也认清现实 他们非常清楚 就算美国西方给乌克兰再多的援助 也难以实现打败俄罗斯的目标 另外一个他们看清的现实就是 西方援助乌克兰 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尤其是欧洲 现在都开始打 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主意了 为啥 因为欧洲人自己的财政情况非常糟糕 根本不足以 无限制的去援助乌克兰了 这也是他们现在认清的一个重要的现实 因此当西方人开始认清现实的时候 就开始转身 要求泽连斯基 你也要认清现实 他们怎么不早点认清这个现实呢 早点认清 那欧乌冲突不就早就能停火谈办 这场冲突不早就能结束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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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